3月11日 艺人肖正男、陈凯琳及汤洛文等一众演员 在新天地天幕广场出席电视剧 《翻身五连之双剑合璧显公价》的宣传活动 自新剧开播后就深受广大观众好评 两位主演肖正男、陈凯琳都显得十分高兴 提到即将到来的白色情人节 肖正男直言 一年中情人节太多了 但当说到白色情人节是女生给男生送礼物时 他却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说道 其实汤洛文跟男友罗天宇在四个月前就秘密结束了四年情 但日前汤洛文却主动站出来公开表态分手一试 至于其中原因他在受访时也做了解释 问到在谈感情可会继续接受圈内的男生 汤洛文直言如果缘分到了也不会抗拒的 我没有抗拒圈内人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缘分嘛 如果有的话我不没所谓 是什么也都没所谓 当然是好人了要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 有点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